中文字幕 李宗盛 西方贵族 是到土地和头衔延续他们的阶级 而中国呢 土地留不下来 头衔没有贵族 中国根本就没有贵族文化 我的男朋友 你们是见过的 即使没有贵族 商业是个贵族的阶级吗 要找贵族网上大把 不敢求他吗 是 网上 别以为全世界就只有一个刘泰铭 你怎么躲这儿啊 我好一通脚啊 怎么了 主编他 同意我们的用装拍摄方案了 亲爱的 你再一次成了我的阿拉丁神灯 不错啊 有进步啊 敢于接受我的拥抱了 可以啊 我在接受你的意见嘛 改变自己 适应还上 有信是 对啊 男女共用洗手间 男女拥抱 这些都不是不能够适应的事情 只是有些事情 真的很难接受 毕竹 怎么说 周田 真有可能当刘泰铭的新娘 全韩上的姑娘都在传 真没想到 这个跟韩上和男士格格不露的丫头 能量倒是不小 我还是不太相信 结束刘泰铭风流史的 居然是周田 跟男士搞的慈善拍卖活动 替我们赢得了不少的口碑 这几天 有一些明星和企业家 甚至跟我订了死约 所以呢 下次有活动一定要通知他们 所以我早就说过了嘛 打工一排永远不会错的 嗯 上风也哄看重刘泰铭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抓住周田 不管他是在韩上 还是嫁给刘泰铭 对我们来说 那都是有用的人 就像不明 哦 哦 原来他送你困纱 不是向你救过呀 是啊 现在大家都以为我甩了沉默 拍上刘泰铭 你说我总不能一个个去解释 或者当众辟谣吧 你爱沉默吗 我们十九岁就相遇了 然后谈恋爱 你说如果不爱的话 怎么会发生这么多时间 哎呀 都十多年了 老夫要亲了 好 我可是注意到了哦 你并没有用肯定去来回答我的问题 你是说 我可什么都没有说 周田啊 让我们一起祈祷吧 愿自己的爱情 都能够更持久一些 好吗 你也有爱着谁吗 你也有爱着谁吗 我能爱着谁呀 爱情是多么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啊 所以说一旦遇到了 就绝不能瞻前顾后 赶回去吧 这些问题留着下班后再去想 周田 周田 我要提醒你 刘泰民可是身经百战 绝不是你能够招架得了的 你要是选择沉默的话 就不能让他有可乘之机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想太多了 宝贝 看来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价值 我不想了解你的私事 但不希望你因为私事而影响工作 男士是我们的同行 也是我们工作的伙伴 既然都来到楼下了 还是以和为贵吧 就算有什么话 也应该当面去跟人家说清楚 知道吗 好 刘家的准太太 从今天开始 你就告别办公室生涯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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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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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太明肯定不会在车上 这就是范 豪门一入 深思海 揽花淘尽 女英雄 太明兄 在上班的时候把我的人接出去 好像不太好 不过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我可要给你两点忠告 一 你不要耍弄她 二 不要企图想挖我的墙角 懂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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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抱歉 用这种方式把你请过来 这已经是第二次因为你 让我成为全杂志社话题了 是吗 这绝非我所愿 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是本人去请你的话 恐怕你是不会来的 来着干吗 请进 这里所有的房间你父母可以随便住 他们不会被人打扰 这边 这里的厨师非常棒 你父母在这个地方可以品尝到不同的口味 如果他们喜欢亲近 所有的人可以只为他们两个人服务 当然了 如果你父母愿意跟其他的客人交流 在这个地方一定可以认识不少有意思的人 这边 你的父母可以邀请他们的老朋友老同事 一块儿到这里来 会有专人为他们举办纪念晚会 共同去缅怀他们的青春 他们的爱情 在这个地方还可以烧烤 如果想运动 这里可以骑马 可以打球 我想那些叔叔阿姨们 在城里住的时间太长了 很乐意在这个地方多带上几天 咱们记得 确实 1998 如果你要觉得我这样安排不好的话 我们可以另外做打算 不 很好 刘主编 只是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之前一直误会你了 你还是不愿意叫我的名字 这次可能要辜负你了 我们全家人商量好了 就所有的人一块儿 简简单单地吃一顿饭 他们说这样简单家常 细水长流 可能还会有下一个25周年 对 当然了 你父母的迎婚25周年的纪念日 他们说了算 我代表我妈妈谢谢你 婚纱她很喜欢 还有 我男朋友也谢谢你 你好像忘了你爸爸了 怎么着就是全家都谢谢你了 那现在时候也不早了 我还会去上班 我先走了 等会儿 我看 今天我要正式给你介绍一个人认识 周小姐 我们见面的频率是不是高了一点 这是我妹妹 刘芳明 最近几年她一直在国外 没想到回来那一天 你们就巧遇了 我当年夜和她没有碰到过 抱歉 抱歉 我妹妹就这个样子 没关系 只是 在今天之前啊 我还以为 她是你女朋友呢 真的吗 那就是意味着 在今天之前 你也会做不做不做我 我真的很希望今天晚上 你可以留下来跟我们共订晚餐 当然了 如果你必须要回去的话 我可以送你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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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还是怎么来的怎么回去吧 我可不想第三次成为话题 好 来电话 看样子主动权竟然不在你手上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你知道我想什么 当然知道 她不是那种女孩 不一样 我倒看她把三十六计背得滚瓜烂熟 就会遇到你这样的人 你知道她不留下来吃饭 打的是什么主意吗 什么主意啊 为了能让你把整个俱乐部都送给她 她那叫放长线钓大鱼 知道吗 亏你还叫刘太明 方明 她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我们家的 你确定 打听清楚刘家在北京有几处产业 不是什么难事 何况她还下了那么多功夫 我觉得你对她有偏见 不是我对她有偏见 是你对她太偏爱了哥 不值知道吗 不会再摔了吧 不会再摔了吧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疼不疼啊 疼啊 不疼 我觉得你是你们班划的最好的 其实划的最好的是赵小超 我顶多算个第二名 叔叔你也来玩玩 叔叔玩不了啊 叔小时候没玩过这东西啊 那你小时候玩什么 天天探亲 不是啊 我小时候好像这块都没有这么多高楼 我小时候玩的东西特别有意思啊 有什么弹玻璃球啊 游泳啊 爬树啊 打牌啊 好多好玩的东西 要是那时候我认识你就好了 你说该回家了 你有事啊 我去看我老师去 你也有老师 谁 谁都有老师啊 你爷爷奶奶不是爷爷老师 我只有老师吗 我只有姥姥 没有爷爷奶奶 白叔叔 我能跟你一起去见见你的老师吗 嗯嗯 行 我们老师家好像有人认识 真的 那么赶快去吧 小江 又叔 你打电话说带个人过来 我还以为你带着你的对象来了 这是谁啊 这是康康 是我和田田的朋友 他也是我的朋友 对 老家伙 看来我们又有个新朋友了 小朋友 欢迎你啊 康康 你竟然敢背着我秘密跟别人来 我相信我去告密啊 你以后干什么事情都要告诉我 知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这孩子是谁啊 我一个同事的儿子 老师 师母 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愿你们恩爱人生 就像时间一样有 又叔 你又不听我的话 这又乱花钱了 还不听您呢 我本来想给你办一个非常大的派对 但是现在我已经从简了 好 谢谢又叔啊 这二十五年前呀 学校的一间单身宿舍呀 那就是我们的新家 几件家具呀 那还是学校的行政科的老张呀 帮我们坐着 这二十五年来 一件件一状状的呀 还是历历在目 这真是二十五年的婚姻成就啊 爸 你说错了 你们俩呀 最大的婚姻成就是我 妈 爸 你们想想 如果没有我的话 你们俩哪来建设家庭的动力呀 如果没有我 那你们俩吵架了 谁来给你们穿真影线呀 所以呢 没老师 崇墨 看看 今天如果你要给我父母敬酒的话 一定一定要带上我 因为我们是一体的 周叔叔 许阿姨 如果没有你们 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个姓周的丫头 所以 谢谢你们 哎呀 让我说让我说了 祝周爸爸周妈妈结婚快乐 你知道什么是结婚吗 当然知道了 六叔 你该成家了吧 哎呀 学医的 你感性一点 在这种场合 你又提起这些鸡毛蒜皮的 啊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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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师母 嗯 等吃完饭 我替你们弹书曲子 给你们注注信好不好 哎呦 好啊 来 卫月来 来来 卫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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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卫月来 嗯 你有没有跟梅叔叔说过 你妈妈呀 你真乖小看看 嗯 那以后也不可以说知不知道 为什么 为了你妈妈好 陈默哥哥的爸爸妈妈也住在一起吗 对啊 妈妈 好 主编好 你们上哪儿啊 我们去周先生姐姐家玩了 今天是他爸爸妈妈结婚二十五年纪念日 让车子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好啊 不用了不用了 不用了主编我自己回去就好 来小看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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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主编我先走了 嗯 周天姐姐再见 你先走吧 在周天姐姐家都做了些什么呀 吃饭聊天听曲子 周天的爸爸和他的学生都会弹好多好多曲子哦 还有呢 陈默哥哥谈不来 后来 周天的妈妈哭了 周天也哭了 我估计啊 应该是结婚二十五年太感动了 妈妈 你和爸爸结婚有多少年了 有二十五年了吗 妈妈 妈妈 爸爸是不是再也不会跟我们住在一起了 对 喂 猪八 怎么样了 弄不到票 哎 你不是有个发小在报社吗 花钱也弄不到 不可得演讲有这么火爆吗 行了 行了 我得想办法吧 谢谢啊 今天 梅老师把康康带来了 看着他们那么融洽 笑得那么开心 我忽然就在想 梅老师跟主编合不合适呢 毕竟她跟康康这么合得来 可是啊 这话谁敢到主编跟前说呢 哎 陈默 我早就回来了 都准备睡了呢 我也该睡了 哎 田田 康康真的是你同事家的小孩啊 是啊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送她回家呀 我就是问问 没事 好 做个好梦 陈默 陈默从来没有用这样怀疑的语气跟我说过话 我又怎么能告诉她 康康是主编的儿子 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 什么时候 我才能不再背负这个秘密 这是我送给你父母的迎婚礼物 希望不会太迟 不用 不是送给你的 你没有权利拒绝 现在还有人在坚守婚姻 很难得的 主编 乔总监和陆总监在会议室等您 陆明 什么事啊 别提了 我们前天才最后确定了水立方的拍摄方案 今天大家归秀就也向水立方的管理部门提出了拍摄申请 这不是巧合呀 这是严重的泄密 先不要给事情下定义 我看呢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来解决问题 两条路 一 改变原地方案 重新策划 二 抢在大家归秀之前把成片拍出来 这一期的杂志提前面试 想要抢先 那只能看拍摄场地的批准速度了 乔总监 场地的事情你去负责 我跟陆明 另外想办法 双管齐下 陆明走 用这么下三浪的手动托人创意 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归宿得逞 邓林 你东西忘了 哦 第二千很喜欢以水利方为背景的这个创意 我呢去找人争取最快的速度拿到拍摄许个证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改变方案了 你去查一查到底是谁向大家归秀谢的命 对韩上不忠的人 我们不能不把他揪出来 陈社长 这是我们韩上两大支柱 韩璐乔美美 你 幸会 陈社长好 幸会 幸会 我印象中的主编总监呀 不是垂木之言的老头老太太 就是满嘴喷沫的江湖片子 哪里想到 我们韩上 正是两位如花美眷在坐镇呢 我们也没想到 陈社长 因为如此的年轻 口才如此的流利 哪里 是啊 陈社长 我跟主编早就想到了 您的到来 肯定会给韩上带来不一样的东西 请 请 陈社长 请 请 上都没有出面了 看来新社长来头不像 这你还不明白啊 陈社长手里啊 可握着我们韩上的康号啊 这要是人家一不开心 要收回康号 我们韩上啊 要么停刊 要么就成了非法出版物 谁为了让他散飞呀 那他不明上总还要微风 下集的杂志小样出来没有 下周就可以出来了 那我现在能看些什么呢 陈社长你想看的都能看到的 我虽然刚上任 但是前几期的杂志我都仔细地看过 我提了一些自己的意见 都写在本子上 改天开个大会 我谈谈 欢迎陈社长指导 主编 你安排一下 嗯 那 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看看下期的亲家目 提些自己的看法 陈社长 跨页的泳衣袖 为什么是泳装呢 这也是为了更好配合的厂家宣传 陈社长 你也知道 广告的收入 每期的广告收入不错 在有一些投资人看来 我们这不是杂志 是印钞记忆啊 我们做传媒的必须意识到 媒体 对于现代人 思想和意志的影响 已经超越了 我们所可以想象到的 任何一样工具 它是老师 它是信息 它是先知 它是揭露者 它是揭露者 它是传递者 它是思想者 我这绝不是关键陈旧品味老土 年轻的姑娘 穿着游泳衣 在杂志上 搜索文字 这些年 我们看得太多了 我是从爱护海上的立场 来谈这个问题 我们用大篇幅 显著的位置 把用意抖了出来 同时 我们杂志人的良知 也被抖了掉啊 我以为 我们韩上 应该关注那些公众关心的 轰动重大的 关系到百姓民生的世界 围绕这些世界 策划那个 比方说 到那个水利方拍照 这个想法不错 我们为什么不拍一些 鼓励国人自强不息的东西 虽然奥运已经结束了 虽然奥运已经结束了 尚总 韩主编 教授 我 我没有班门怒服吗 陈社长不愧是在读博士 见解果然非同凡响 不过 我们老在这坐着 影响韩主编 跟乔总监的工作 我们还是 我们现在 不正在谈韩上的方针路线吗 这不就是工作吗 我下边已经安排了 几位董事会的成员跟您见面了 再不走可要迟到了 既然约了 就必须得去 我这个人啊 平生最看不惯的 就是言而无信 最看不惯的就是迟到了 那韩主编 乔总监 我明儿再来 欢迎 早好 主编 泳装秀的事 照上进行 好 那就抓紧进行了 好的 好 寒露和我的意思是 喂 老婆啊 我在家呢 不刚回来吗 你就放心好了 你生日那天 我一定赶到洛杉矶 你怎么样 这两天 腰还疼吗 好 我洗个澡再打给你 好 拜拜 拜拜 你刚才说到哪儿啊 我刚才是说 寒露跟我的意思啊 就是不能让陈能到海上做班 这个你也得想想办法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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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那个我了 哎 道远 那个乔总监找你了 我马上送我去 好 乔总监 你找我啊 邓露 你有话要跟我说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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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这边 喂 怎么样 差不多了 全部现场准备得怎么样啊 陆明 还是测光呢 喂 尚总不知道能把陈能搬住多久 乔总监让我转告你们 一定要抓紧时间 好的 我知道了 主编 您助理刚才说 陆明 开始 好 各部门 准备好了 来 食肠活胆 吃 快快快快快 来 各界各位 开始 沉子 我忍听到 沉子 在和尚尚尼国 我心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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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